英格兰音乐回响的第一期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英国的早期音乐 因为莎士比亚的光芒太灿烂了 遮蔽了他那个年代的音乐家们 但在那个年代就是16世纪 其实英国的音乐在欧洲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尤其是刘特琴的演奏艺术 在那个年代 刘特琴就像现在的钢琴热一样非常流行 我们现在的民谣歌手背着吉他 高晓松说吉他就是炮妞的冲锋枪 但刘特琴呢就是当时的吉他 在16世纪 用刘特琴伴奏歌曲的形式 是英国人甚至欧洲的主要音乐娱乐形式 占据了半个多世纪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 英国最著名的音乐家 他叫约翰·道兰 他是一位刘特琴演奏家和歌曲作家 很多人知道约翰·道兰可能是因为英国摇滚歌手斯定 斯定非常喜欢古老的英国音乐和民谣 他曾经出版了一张专辑叫做《迷宫之歌》 翻唱了约翰·道兰的22首歌曲 所以说想听道兰的音乐 去听斯定就可以了 这些早期的歌曲都是用16世纪的刘特琴伴奏的 那个时候的刘特琴有九根弦 琴声镂空 音色朴素清纯 又带点金属的色泽 我们现在听吉他坦唱 觉得吉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青春的 轻松的 但古代的刘特琴的声音带着更多竖琴的味道 更加的轻济飘逸 和古老的民谣搭配在一起 像一缺古老的诗歌 诗里涌唱着迷雾中的花园 让我想起叶芝的诗句 凯尔特的伯木 约翰·道兰的风格也是神秘哀伤的 就像斯定选择的那个标题 叫做《迷宫之歌》 道兰生于1563年 是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渡的那个时期 他的歌曲风格优郁而飘逸 非常文艺 这样的歌曲让我们忍不住地想知道他的故事 为什么他这样忧伤呢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当然这种忧伤也可能是当时歌谣的一种风尚 道兰一生四处游历 他的脚步遍及欧洲 见多识广 他的音乐中吸收了他感兴趣的各国的音乐风格 和时尚 北京大学授予音乐学位 他的作曲家和刘特勤演奏家的名声蒸蒸日上 但是依旧没有王室雇佣他 他只好远走他乡 在德国 著名的伯爵大公都非常喜欢他 热爱他的音乐 都想把他留在自己的宫廷里面 但是道兰选择了去意大利继续学作曲 而且他在意大利也是非常成功的曾经在罗马给费尔南多一世表演 在佛罗伦萨的时候 道兰又遇见了流亡的天主教派集团 这个集团试图让道兰加入反对伊丽莎白女王的队伍 道兰于是就逃走了 即使他有如此爱国的行为 后来依旧没有得到女王的信任 一直没能成为王室的御用音乐家 当然道兰没有得到王室聘用并不是因为宗教问题 而是当时王室财务紧张 缩减了音乐方面的开支 但从现在看来 没有成为风光无限的王室御用音乐家 倒是成就了道兰 他不用天天去给王室演奏表演 就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来学习和作曲 因此他写了不少作品 如今流传下来的都是这些作品 这些刘特勤歌曲 他出版了为刘特勤和声乐而作的英国歌曲集 让刘特勤歌曲这种音乐体材更加的体系化 后来呢让这种艺术形式在英国流传了二十多年 在这部歌集里面有不少好听的曲子 像如今仍旧常常可以听到的 回来吧亲爱的 让我常住幽暗乡 来吧深沉的睡眠 还有眼泪直流 侍女哑丸等等 道兰的这部歌曲集非常的流行 当时重映了六版 我特别喜欢去分析他的歌曲 因为在里面还可以找到早期的希腊音乐的踪迹 我们知道希腊的音乐大多已经失传了 但在他的歌曲里面还留着希腊旋转舞的曲调 他的歌曲也是采用舞曲的形式 因为在那个年代音乐基本上都是舞曲组合 像萨拉班德舞曲 阿列曼德舞曲 基格舞曲等等 他早期的音乐不采用半音阶 旋律听起来非常的古朴 清雅 被英国的王室冷落 大概是盗兰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 但他歌里的忧伤应该不是为了这点事想不开吧 虽然在他自己的国度不被待见 他在丹麦在德国都是大受欢迎 丹麦的国王克里斯汀四世非常赞赏他的演奏艺术 任命他为皇家刘特勤演奏家 他给他发的薪水是英国皇室音乐家的好几倍 但是后来盗兰还是被解雇了 据说他疏于子者又在台高著 我想他大概就是一位自由散漫型的艺术家 其实呢 作曲比皇家的职位更加的适合他 经历了二十年的流亡之后 盗兰回到了他的祖国 到了这里 我就有点理解他音乐里面那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气息了 他是天生的歌者 天生的游吟诗人 歌唱远行和写作是最适合他的 而他又始终终其一生在追寻一个稳定的工作 一个落脚之处 一个家园 这必定是空流遗憾的人生 可是在我们看来 这样的忧郁却正是他身上最迷人的气质 是他的灵魂 回到英国之后 道兰继续作曲 他编写了一部刘特勤的教材 出版了他的第四部刘特勤歌曲集 标题叫做《朝圣者的安慰》 他的晚期歌曲参入了很多欧洲其他国家音乐的影响 运用更前卫的变化音和不协和音 还有类似歌剧宣续调的朗诵歌调 周游列国增加了他的见识 也让他听到了各国的当时的音乐 除了歌曲之外 他也写刘特勤曲 比如变奏型的舞曲 他用巴洛克的各种装饰音 还有呢 他的一些室内合奏曲 当时也非常的受欢迎 到了晚年 他终于成了英国皇室的御用刘特勤演奏家 为詹姆斯一世和理查一世演奏 我今天想给大家听的是道兰这首最著名的歌曲 叫《流下我的眼泪》 或者有些是翻译成《眼泪》 这些十六世纪的民谣 将近四五百年前的民谣 我觉得它的剧法和如今是不太一样的 它没有现在那种半中止和中止式 也没有剧法对账这些要求 所以现在听起来有点陌生 又像风一样自由自在 但我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 道兰的歌曲写得好 到底是好在哪里呢 这些旋律很相似 不太容易记住 但是它的风格非常的清晰 而且它的旋律有细节 里面有思量 有转折 有哀叹 情感流露得非常真实 这些歌曲并不是为了旋律的求心求意 而是为了情意的真切表白 我觉得后来的舒曼 马勒都继承了这种写作的方式 到如今这种真切的情意表白 也是我们时代对歌曲的审美准则 这种真切的情意表白